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到了 这个日期就是最后的日期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 世上的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的时候 他就讲到了 在所有的这些人 无论大小 他们领奖赏的时候到了 是有福的 我们要看到这个末后的光景 我们才会想到 神知道我们现在需要怎么样去行 3月17号 我们有一位主的仆人会来到我们中间 是王白牧师 王白牧师他在16年前 我到德国去带一个营会的时候 他在那里 那时候还没完全奉献 但是他是非常爱主 从中国来的 一位很好的弟兄 跟他的姐妹惠丽 还一起服侍主 直到如今 他要讲的题目 以后你们听见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的振奋 但是他的微信 是叫做以终为死 你知道为什么叫以终为死 就是看到了终结 然后就知道 现在第一步该怎么样踏出去 以终为死 我们由神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看到在末后 要发生的大灾难期间 神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我们就知道今天应该怎么活 圣经中有三个比较 我们不可以忘掉的题目 是讲的最多的 第一个就讲的救恩 因为我们是蒙救赎的 神用他自己爱子的保险 买赎了我们 让我们做国民 做祭司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们刚才所听见的 这些就是 我们是神的国度里面 神的掌权 保守之下的人 不但是如此 我们服侍他 这叫做祭司 并且君王 也就是我们胜过了所有的一切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 是让我们这个人 圣洁公义 在他的面前 永永远远 享福 永永远远 得到尊荣 永永远远 紧紧地与主 不分离 这是救恩 刚才讲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 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而这个在圣经中 也是同样讲的 非常多的三样之一 主耶稣基督将来 他的脚要踏在 橄榄山上 他当时升天的时候 就在橄榄山 撒加利亚书 预言 也就旧约里面 讲到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当然也就是 两千多年过去了 他再来的时候 他的脚仍然是 踏在橄榄山上 因为橄榄山 是敬拜神的地方 橄榄山是神的圣山 橄榄山的三角下面 就是科西玛的预言 等一下我们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不可忘记这个山 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 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 全然新的盼望 新的身体 新的祝福 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 第三样事情 放在那里最重要的 就是大灾难 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要大灾难呢 为什么这个灾难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 讲到有一个叫做雅各 他有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雅各是指的以色列 以色列他这个艰难的时期 是在耶利米书三十章 里面我们读到那日的时候 他说第七节 哀哉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 死后 但他必被救出来 亲爱弟兄姐妹 这日是无日可比的 如果有哪一日 圣经上面考里面 是无日可比的 这一日 这一个日子 也就是彼得在五旬节里面 讲到的时候 用很短的时间里面 讲到耶稣基督的死 复活 他的升天 他高了我们 我们怎么样的蒙恩得救 但是中间却讲到了一段约尔书 约尔书 里面写到的很多的是第二章 二十九节 那里所讲到约尔书 为什么用这样的篇幅来讲约尔书呢 就是跟那日有关的 他说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 要建议向老年人 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死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月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 凡求告主明的都必得救 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神把这一个日子定了 就是让人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 这一天要发生的事情 是使得神的国度 要完成的那日 我们在其中 今天在座的 希望你们都不在其内 你说怎么会不在其内呢 意思就是 当这事发生的时候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了 将来必有打仗 声音 有灾祸 有各样的声音 但是你们不要担心 因为那日子那时 没有人知道 并且我们晓得 这个大的灾难 从创世以来 没有这么大的 以后也必没有 念给大家听一下 马太福音24章21节 这边如此的说 21节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那日子 必减少了 所以这日子不是长的 是短的日子 总没有一个可以得救的 必须要知道 这21节讲的 那时候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需要读到这些空前觉后的 这么大的地震 雷轰天势 要改变一味 将要发生的时候 神却带给我们 无限的恩典 因为在雅各 遭难的日子 也就是以色列 他们额坚心印 不相信神的时候 等到教会被提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所亲看的 这一位耶稣 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就是他们的救主 这是在圣经中 显出那极大的奥秘 以色列人听见了以后 全家得救 他们明白了以后 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 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当他们被卖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被卖呢 在以色列书讲到 他们是无价被卖的 无淫被赎 他们无法赎自己回来 必须有一位救赎主 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 以色列书52章第三节 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救赎主 他要作王 我们要歌颂 我们要得安慰 并且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的盾牌 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 以色列书60章里面讲到 以色列的大能者 他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救赎主 犹太人到那天知道 但是是透过我们知道的 怎么透过我们知道 因为教会被提了 我们这样的灾难 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经过的时候 能够沉得住 甚至先知都说 雅各为弱 担当不了这些 主说可以免了 今天我们有没有觉得 我们在大患难中 在很大的愁苦里面 在重大压力力不能胜的时候 我们是祷告呢 我们还是说祷告也没有用 神在这里 你求我我就应允你 你求我 我就把那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你求我 我就让你来经历 我的拯救 及时的能力 所以以色列在这地方说 我微弱 我弱小 我没有力量 我软弱 你赦免我 而你帮助我 神的帮助就及时领到 很多人对祷告 有很大的认识 全面的圣经在那里讲 却是没有祈求 也不相信神可以拯救 这是非常悲哀 因为神告诉我们 你们求 请求我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 那个对象 那个可以施恩的 可以拯救我们的 是神 是神自己 我们一定要来到 祂的面前 好 我们新约中论到这个日子 我们主耶稣 基督就说 那日子没有人可以知道 有人说 就是马上就要来了 你也不用听他的 说马上就不会来了 也不要听他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天上死者 不知道 我们不能够知道 那日子确实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 那日子要来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人 知道他的时辰的 也就是他来像贼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要随时警醒的 有人冒足的名 有的人写书信 有的人有灵 说主的日子 现在要到 不要清心 因为不要惊慌 不具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且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也就是说 敌基督必要显露出来 但是敌基督显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会看到 或者我们看到 我们认不出他 是我们教会被提以后 教会不在这个地上的 日子里面 那些人会发现一位 来讲究和平的一个人 众人都把一些权柄给他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他就开始执行 他的轨迹 要抵挡耶稣基督 所以他叫敌基督 就是他很像基督 但是他是敌对基督的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的 七印中间的前四印 第一印被揭开的时候 就是讲到这一位敌基督 这个也许有一些人说 第一印 我看到解经书里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基督 为什么基督 因为他是骑白马的 白马是一个得胜的 这个白马跟十九章十一节里面讲到那个白马 而且白马后面的描述是讲到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以他是白马的 他还有神的道 因此他绝对是耶稣基督 这个白色代表公义不错 但是在这里说 讲到的还有一些 让我们晓得 在解经的原则上面来说 是不合一的 我们来看 为什么在二世纪初的时候 爱人柳 也就是说 他们当时非常会解经的人 看见说他是耶稣 他是基督呢 为什么这一位 这个揭开七印的 当然是耶稣 但是七印一揭开的时候 来的那一位 为什么不是耶稣呢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骑白马的骑士 耶稣基督 他是骑着白马 得胜的将军 当时进来的时候 是骑着白马进来的 但是他有冠冕 他在骑士录 十九章十一节 那个是许多的冠冕 那个冠冕是坐王的冠冕 不是这边所讲的 Stefanus 这个是禁忌中间的冠冕 当然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后面跟随的是三印 所带出来的这些 全是灾祸 因此神他赐给我们的 并不是他为了要降灾而降灾 他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第三个我们就看见 这个赐给他 什么呢 在启示录中我们刚才读的 赐给他们应付的权势 赐给他们 这个行使 这个饥饿 来除灭人的这个能力 这些赐给的启示录中 通常是讲到一种邪恶势力 执行他邪恶的事 是神允许的 神也必须在这一个邪恶的世代 就像这个世界的王 是撒旦神允许他在这个世代里面 做一些事情 然后这边讲到的弓是没有建的 这个弓是代表在罗马当时从东边 有一些的民族进来 帕提亚人 他们是骑着白马带的弓箭 是很有能力的 特别是他们中间有一个王 叫做Valagasus 这个王 他的整个的形象就是大败罗马帝国 是用他的弓 还有其他的白马 所带的是西方非常的惊恐 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那七印呢 是耶稣基督开的 只有他能开 当然要抵挡这些邪恶势力 主耶稣基督当然可以 但是这时刻却是敌基督任意而行 所以当主揭开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是那一位要来执行的 当时教会已经被提 没有可以抵挡撒旦恶者的 让敌基督任意而行 敌基督你看不出他是什么 但是他很像基督 他必须非常像 要不然你不会被他迷惑的 所以他骑白马 然后他身上有功 但是没有剑 不能真正的带出 这个果效出来 他也不能带出和平 而且他带出的是摘殃 不是耶稣基督 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 他是和平之君 但是不是这位敌基督可以做的 敌基督模仿基督 但是至终不能得胜 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 很清楚的第一 印是带给我们的 是这样的一个七印中 撒旦要开始的灾难 开头的时候 第二印接着来的时候 是什么呢 这个印出来是红色的马 红色的马代表着权威 也代表着战争 代表着流血 是屠杀 这一类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从地上夺去了太平 这里又赐给他一个箭 罗瓦马的短箭 是短兵相交的时候 他们搏杀用的是残害 他们自己的国内的同胞 和屠杀外面的人 都是用这个 是民与民争战 国与国争战 把这个战争是卷入的 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战争 所带来的伤害是极大无比 1945年 在美国他们研发的 这个原子弹 三个礼拜以后 投在日本 广岛长崎 造成了 史无前列 化时代的变化 这个冷冰期的时代 变成火药 火药变成于核子 核子变成融合 这个时候 现在美国有三万五千 弹头 每一颗 都是当时投在日本的 三万五千倍的威力 所以美国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 一小时之内 整个地球毁灭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看见 这种战争的可怕 这个末期 这些人所研发出来的这些 是带来了和平 还是带来了各样的惊恐 我们不知道 我们求神 真是怜悯我们 接着 第三 就开始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一个黑色的马上面 骑着 拿了一个天平 天平 就是蹭东西 这个蹭东西 表示这个东西很重要了 有些不重要的东西 就不用蹭了 这里蹭的是粮食 为什么蹭的是粮食呢 这里就讲了 一钱的银子 买一身麦子 那是一事就说 你一天所赚的钱 你一个人吃 就刚好吃完了 所以你如果有孩子 有老人家 需要你养活 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种饥荒的时代 后面油与酒 不可糟蹋 表示当时还有一些东西 是要按量而分的 并且有一些的人 还是蛮富足的 这么多人快饿死的时候 有一些人是富足的 贫富绝对会不均 很多人想说 我们现在只要贫富均匀 就很好了 这样想的人 通常是比较穷苦的人 比较有钱的人 不这样想 我们今天要晓得到 末后必有穷人 所以耶稣说 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 我们今天整个的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 还是在饥饿中呢 在饥饿中的人 九个人中有一个 也就是说 他的营养不良 他每一天挨饿 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 为什么造成的呢 因为到1850年 从有人类以来 所累积下来的 就是十亿人口 以后被 四十年 三十年 二十年 就增加一亿 我们现在 已经快到八十亿人了 所以这么多的人 有限的资源 而且这些武器 越来越厉害 而人中间 欺压越来越厉害 你想 世界的末后 还会有平安吗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怪撒旦 撒旦说 因为人贪婪 因为人把自己 卖给了我 所以今天 这些灾难 会发生 我们今天 一起在看 第四印吧 第四印就是 有一个灰色的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 叫做死 音符也随着他 他有权柄 赐给他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还有野兽 要杀害地上 十分之一的人 也就是说 快要有二十亿的人 在灾难的起头 就被除灭了 这样的一个死亡 可能是用什么事 发生的呢 当时 在十四世纪的时候 欧洲的 这个 鼠疫 黑死热 四分之一的人 死了 还有很多的城市里面 不止四分之一 一大半 或者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死了 我们知道 这样的瘟疫 发生 是 非常非常的可怕 今天不是我们 所能理解 更何况 很多地方 如果有小规模的核子战 那 那样的污染 且大得无比 这个世界上 有核子 武器的人 不少 所以呢 今天 要很小心地 来处理 国际间的事情 我们的祷告 也需要 为执政 掌权的祷告 好让我们 能够平安 尽全 无事的度日 我们 度日 那到最后 要这样的事情发生 度日又做什么呢 是让福音 可以传出去 用 我们 所有的力量 要让人 知道这幕后的灾难 我们可以避免 我们可以 得到神的保守 这是 非常重要的 所以地上 灾难的可怕 我们 刚才 稍微看一下 然后 我们 进来 看一下 在 第五印 第五印 发生的时候 是什么 还有什么 更重要呢 原来在天上 有一些的人 在祭坛的下面 他们是被杀了 他们被杀 并不是为 见证主的复活 而被杀的 这些人 是我们 我们今天 很感谢主 每一个人 信主的时候 都向众人 宣告 我这个人 是因着 耶稣基督 赐给我复活的生命 除去了我的罪 所以我能够来到 父神的面前 得到神 儿子的名分 反正借在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我们 权柄 做神的儿女 今天下午 在英文堂 有七位弟兄 如果没错的话 没有姐妹 七位弟兄受洗 所以呢 我们为他们祷告 六位是我们 弟兄姐妹的儿子 我们求主 继续不断的祝福 我们教会 继续在传扬福音上 这些年轻人 有一些 我跟他们 有过一些交通 也知道 他们内心 深处 也非常愿意 来跟随主 也遵行神的旨意 愿神 继续 不断的 祝福带领 这个殉道者 刚才讲的 既然不是 见证 耶稣基督 复活 因为那些人 都已经在教会里面 都已经被提了 有人说 那 我希望我们这些人 都不要经过七灾 你同意吗 有一天 礼拜一 我刚好到教会来了 然后 有一位 他也来了 他说 今天 聚会 是不是换时间 换时差 你知道 下周要换时间 所以 人家都没有来 我本来想 吓他一下 说是被提了 剩下我们两个在这 后来说 他年纪大 我把他吓到了 不行 而且 不能随便讲 他看错日子 礼拜一 和礼拜天 我们今天 真的不要看错日子 神的日子 要来到 那日子 没有比这更大的日子 你喜悦 那日子来的时候 你能够安然见足 我当然喜悦 我当然喜悦 所以我们中间 每一位都是信主 如果今天还没有办好 这一件事情 赶快办好 免得 看到这些人都不见了 那时候信主的时候 灾难来了 于是 他们见证 不是见证 看见死而复活的神 他们见证 是见证神的大能 见证神的教会 不再 见证 那个抵挡魔鬼的力量 除去了 所以魔鬼 那个时候 就气愤愤的 在地上的时候 他就做了 许多许多 毁坏的工作 所以人那时候 真是 求生不能 求死也不能 你说 真有这种事吗 看第六印 就是这样 他揭开 第六印的时候 我们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 像毛布 满月变红 像血 天上的星辰 坠落在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来 味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挪移 好像书卷 被卷起来 山林海岛 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亲爱弟兄姐妹 这一些的一些变化 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些变化呢 你看过吗 我看过吗 从来没有人 知道这个情形 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晓得 那个大的海啸来的时候 不管你是谁 你都会惧怕 席卷而来 那个山都走动了 都移动了 大家都会害怕 天地都卷起来 如衣服一样 西伯来书说了 变坏了 渐渐废去了 也就是说 我们现存的天地 你不要以为 很伟大 是很大 其大无边 四百六十亿 光年的半径 这么大的宇宙 我们看得到 到那一天 整个的是一位 因为神的能力更大 祂是创造天地 宇宙万有的真神 很多人问了一些的问题 实在要到神的面前来看 神 祂是谁 祂做的是什么 祂是死无便有 是使人复活 所以我们要看见 天事都要改变的时候 有七种人当时存在 这七种人 大家看到了 就是君王 成长 将军 富户 壮士 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我们不知道 这些人 是哪一国的人 不重要 但是他们是各国里面 都有这种人 都有一些是 霸有能力 有权柄 有资产的 这个君王 许多人 听从他的命令 有承载 也承载的话 也是借着 他的地位 可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 将军的话 就是有能力的人 富户 就说我什么都不愿意 我就愿意生活好一点 我们中间很多人 真是很聪明 就愿意做富户 在中间有很多的大富户 我们在座的 其实大部分跟我们 这个其他中国人来比的话 我们都是很有钱的 很有生活舒适保障的 应该是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年轻的 我们现在就不能再说自己 很年轻了 有一些人说现在 看见那天周伯母 102岁 他要变成103岁 他还蛮好的时候 那我们也不能说自己不年轻 但是说自己实在很年轻 实在也不行 我们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 以后 是不是不会经历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壮士就是说他很有力量 他很有力量 自己的力量 用到极点的时候 他们会说什么 一切自主的 为奴的 都是一样 他们会说 山 大山 倒在我们身上 藏在山洞跟岩石的血中 把我们藏起来 隐藏 我们不能够见到神的荣光 今天 如果让所有的人进到天国 天国 就是刚才 前面那个印里面 殉道的人 是给他们白衣穿上的 是有见证的 是圣洁的 如果我们自己不圣洁 我们进到一群 全是圣洁的人中间 你的感觉如何 如果我们有一天 也没跟你通知 就是你到教会来聚会的时候 突然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衣 结果你没有被通知 所以你跟我穿的一样是黑衣 你觉得在里面会怎么样 很不舒适的 很不舒服的 将来在天上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知道 神要让我们的衣裳 洗得洁白 让我们圣洁 让我们跟随他 让我们在心思意念上面改变 我们最近 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讲到 他们最关心最关心的是 他们的儿女 他们在这个环境中 受到了很大的逼迫 因为这些儿女 他们的教育 有受到了挑战 有一些是父母 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会发生在他们的周围 最近也碰到一个人 我就问他 他就吸大麻 他说现在可以啊 但是他知道那个对他有害的 他的父亲更知道 因此关系都破裂 也有一些 他知道现在这个电动玩具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划那些手机 那他好好的功课 突然一下子 成绩一落千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晚上不节制 一直到三四点 然后随便睡一下 然后就起来上学 那功课能好吗 会听得懂吗 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没收啊 只好关掉那些WiFi 现在又不好 现在好像有那个什么 unlimited data 就不管你关什么东西 大数据 我们高教授在这里 你要那个跟他 好朋友 他就都给你了 我开玩笑 他不能害你的 但是那些孩子们 整天就被这些东西捆绑 他们的未来怎么样呢 未老先衰 很多人眼睛都已经坏掉了 因为天天偷看那个东西 房间灯也不肯开 那我们父母亲要做什么 当然他们没有讲那么多 他们每一个人写了很多 周金 弟兄 就给大家三天时间 你们通通来 通通要写 他很严格的要大家教 后来就教了 后来我想我们中业集 没有说三天 所以大家就一直拖 三月十五号 我们曾医生说要你们教 你们就把那些建筑写出来 那我们讲的时候 心里面都有一个可目 就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 进钱的一代 因为我们知道 进钱必定蒙福 奔走自己的道路 将来一定会受到亏损 这就是世界末后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既然是如此 我们为人应当怎么样进钱 我们看见彼得就说了 现在存的新天新地 将来有意也居在其中 从天而降的日子还没到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 现在我所存的 眼睛所看得到的 凡有形职的都要被烈火销毁 所以我们应当要谨慎 我们应当要用这样的一些时间 机会来服事神 你愿意吗 我愿意吗 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仔细地考虑 这些人 他们不管是君王 是臣宰 是将军 是父户 是壮士 还是一切为奴的 还是自主的 他们都害怕 我们是哪一些人 我们是谁 众人都惧怕 我曾经到欧洲去宣教的时候 经过一些地方 人家说 带你去一个地方 看完以后 你会传道的时候 比较形象化一点 会比较热情一点 我什么地方 他们带我去看地狱门 地狱门 就是那些雕像 那些雕在里面的 被那些天使 或者魔鬼恶魔 在那边蹂躏的 虐待的 那个惨状的样子 他们说 你要记得这些 不然的话 你老是讲一些好听的 给大家听 所以呢 我也讲了 七年好听的 给大家听 所以今天这个灾难 灾难 也不是不好听 但是大家要仔细地听 你经过的灾难 在地上够多嘛 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 为了要学习神的利劣 我们不经过苦难的时候 我们如羊走迷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但是我们今天 经过了 受苦以前是如此 我们受苦以后 一定要学会功课 为什么讲这些 最近 我经历了 在一生中间 最大的 两个礼拜的痛苦 他说 是吗 很大痛苦 上周也没跟你们讲 但是 那些 其实不重要 身外之物 出了一点状况 但是只差 零点几秒 可能就再见不到诸位了 但是神 他保守 看过 让我们知道 生命真的是非常脆弱 非常 要珍惜我们每一天 上星期二 我去做了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 是我第一次 他们用IV 调到那里 然后 有人跟我说 不用做 有人说 一定要做 所以我到底听谁的 结果有人说 你还是去做吧 保险一点 好了 我就想去保险一点 我就去做 原来是 我的志词是很长的 长在那里 已经五十多年是如此了 所以照理说 应该不用去管 但是 里面 好像出了一点状况 又长了一点 这个 CIS 长了一点 狼肿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牙医 是以前 我们教会 我在主恩服侍的时候 的一个姐妹 她就跟我说 你不去弄的话 将来有一天 很麻烦的时候 可能要把这些骨头 全部都要切掉 我一听她吓到我 就通通都要切掉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给我们 这边的弟兄问一下 我们这边也有一位 这个牙医的弟兄 她就跟我讲 她说 她说 看看你的年龄 大家要到那个时候的话 可能已经被主接去了 所以意思就 不做也可以 我就很挣扎 到底要不要做 后来我说 我反正都不怕痛 不怕苦 于是 我就去弄了 弄了以后 我事先也都没想到 这些事情 所以 十二个小时以后 就跟人家都 满满的 这个弟兄姐妹有约的 有要跟我谈话的 通通都约好了 所以我没想到 一弄完 这个以后是要休息的 他们说 真的吗 就可以 一点难处都没有吗 人家特别跟我说 你今天绝对没有办法讲 我没讲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就看 可能有一点 原来我们平常 根本就不太注意到 那些在受苦的人 他们多么痛苦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有一些姐妹 为那个小Henry Henry刘在禁食祷告 有时候我也为人家禁食祷告 但是我没有那么感同身受 也不是那种切肤之痛 那个是刘亮宏小弟弟 13岁他得到白血病 他用的化疗 使得他有反应 反应了以后 现在呼吸都困难 积水 然后又有其他 肚子疼 非常的疼痛 所以我们大家为他祷告 但是很多人 真的除非你经历过 你就不会认定 那是那么重要的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福神我们感谢你 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受伤 为我们被鞭打 被钉在十字架上 历日照着他 他渴了 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 是担当我们的软弱 医治我们的疾病 主啊我们却不知道 主啊我们真是认定 今天我们在这里 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献在坛上 作为逾越节的羔羊 我们愿意再一次的 仔细的思想 他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让我们心被恩感 还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将来在永恒里面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身体 是有疾病的痛苦的 因为宝座前的羔羊 要牧养我们 要擦去我们的眼泪 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主啊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所听见的这些灾难 不临到我们 但我们却有责任 要把福音传到地级 主啊求你的恩待联名 与我们同在 否则这个世上 四分之一的人 二十亿的人的死亡 而我们岂能在那里 看着无动于衷呢 主啊求你保守看顾 你的家 你的教会 谢谢恩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明 阿明